哈喽,大家好,我是霍霍霍,今天用南瓜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为了人的早餐饼,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把南瓜去皮去籽,切成薄片 放入盘里,放入锅中,盖上盖子大火蒸熟 南瓜已经蒸好了,倒入一个大碗里,放入一勺白糖,用勺子压碎 把南瓜晾至温热,打入一颗鸡蛋 放入三克酵母,再倒入120毫升的牛奶,搅拌均匀 倒入300克的面粉,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至无颗粒,并且非常的油亮 最后搅拌成这种浓厨度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饧发两倍大 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大枣,给它去糊 切碎 放入碗里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葡萄干,再切一下 放入碗里 看一下我的面团已经饧好了 里面满满的蜂窝状 把切好的葡萄干和红枣丁放入里面 搅拌一下,顺便给它排气 最后搅拌均匀,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平底锅,先不要开火,上面刷一层食用油 放入一半的南瓜糊 用刮刀涂抹平整 上面撒上一层黑白芝麻 盖上盖子,开中小火煎制 等表面基本定型 先盖,上面连上一点食用油 翻个面 盖上盖子,再煎个三到五分钟 出锅切成小块就可以开吃了 这个大饼非常的柔软香甜 特别的好吃 即使放凉了也不会变硬 加上葡萄干和红枣 吃起来相当甜甜的,非常的开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们就先试一下吧 喜欢朋友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 by bwd6